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天收益第九四单元 第九四单元我们跟大家分享屠宅的应用 以及王冲的批评 我们在第一段里头大致跟大家分享 古代的五音屠宅学大概是怎么用 第二段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王冲对屠宅学的批评 王冲他是非常不相信称伟之说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行》 在论文里面他有一篇文章 专门在批评屠宅学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篇文章来当做基调 来跟大家分享 在王冲的眼里屠宅学简直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们来看王冲的论点 王冲的第一个论点非常重要 就是王冲认为 这个屠宅学 五音屠宅学 基本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它完全是不科学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第一张照片里面 五音屠宅学 工商绝子以他的五行的属性 真是属火 绝是属木 这个值就是属火 工属土 商属金 这个语属水 他的五行的分配方法 木火土金水 他就是这样的区分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曾经有人印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叫做 《绘图争治百家姓》 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把中国的一些姓氏 他所对照的古音 他所对照的古姓的古音 做了一个图说 那这本书呢 在旧书坛里头可能找得到 在民国初年所编的一本书 叫做《绘图争治百家姓》 也就是百家姓当中根据古音 他究竟是属于工商绝子以哪个音 所以这个百家姓 这个百家姓 这个百家姓 根据五姓屠宅学的说法 他也是如此 他认为呢 这个所有的姓氏都可以归类为五音 五音当中 因为五乘五是二十五 所以基本的姓是有二十五姓 但是二十五姓当中 在春夏秋冬一年的事实 他都发不同的音 所以二十五乘以四就等一百 所以百家姓归根究底 他就可以根据五音来做分类 这是他的一个理论逻辑 所以我们再看看屠宅五音的一个不科学的地方 那简单来说啦 五音屠宅学他的功用呢 就是利用工商绝子以五音 来决定你的住宅是几是凶的一套理论 那这种呢 我们叫屠宅 因为在汉朝的时候 他在宅的发布方法里面 他加上了尾数 也就是他跟你讲了这个线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时间跟大家给他看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他的绘画屠宅学 就是说他有一个尾数 然后有个称影在这里面 那屠宅书中当中所采用的住宅的定向的方法 就是所谓五音屠宅学 他主要是根据五音定性的主张 那五音定性的主张 还有五音定性的理论遗迹究竟是什么 其实已经很少人知道了 那中批曾经在4月1号 谈天收益第九十一单元里面 我们提到一个主题叫 屠宅称伟的五音定宅说 曾经提到 东汉时代的王冲 虽然反对称伟 他反对依附称伟的五音屠宅学 五音屠宅素 但是显然在那个时代里面 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非常多人相信 所以王冲呢 经过王冲就特别在这个论行里面呢 提到了一篇文章 专门在批评五音的屠宅学 因为五音屠宅学呢 在南北朝时代呈现一度被禁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五音屠宅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幸而有王冲 这样一号人入 因为他反对屠宅 那因为反对屠宅之后 我们可以从王冲的论行 还有从白虎冠会议 白虎通论里面呢 找到五音屠宅的一些影子 所以我们现在对五音屠宅的一个还言呢 基本上就是根据两本书 一本书是班固的白虎通 那另外一本书呢 就是王冲的论行 那王冲的老师呢 就是班固的爸爸 叫班彪 所以这两个呢 这都是东汉时代的大儒 那我们先来看王冲这个人 王冲他的生存年代大概是从公元27年 一直到公元97年 王冲呢 他总共大概活了大概70岁左右 他在汉章帝建出四年 这一年是公元79年 这一年呢 在汉章帝的指挥之下呢 召开了第二次的经学大会 这个经学大会 就在洛阳近郊的白虎冠举行 为期呢 总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呢 根据我们目前查到的文献呢 王冲并没有被邀请参加白虎冠的会议 因为王冲在公元97年的时候才去世 那公元79年的白虎冠会议 他有什么理由不参加呢 那我们推测呢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王冲呢 在之前跟大家提到 王冲呢 反对秤伟之学 但是呢 汉章帝基本上是相定秤伟之学的 那如果邀请王冲来的 王冲在会议上反对的话 那不是没办法做出结论吗 所以呢 可能第一个理由呢 是因为王冲呢 反对秤伟之学呢 而且反对的非常有名望 就他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所以呢 这一次由汉朝的中央政府出面 所举办的白虎冠的国事会议 当然就不大可能邀请这个大反派王冲来参加 因为这个白虎冠会议的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要统一思想 就是要把道听途说各种不同秤伟的学说呢 只定于一尊 也就只有一种说法的秤伟之学才是真的 其他的秤伟之学通通是假的 他一个目的是这样子 那因为王冲他基本上是反对秤伟 所以他就 找来的人呢 都是赞同秤伟 而且呢 都是有一次的思想的人 所以王冲因为他反对秤伟 所以呢 在汉章帝召开白虎冠会议的时候呢 王冲就没有应邀参加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认为呢 跟王冲的座子有关 因为王冲他的名字呢 他的个性是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非常冲 他到处顶撞人 所以王冲呢 坐过几个职位不高的位置了 但基本上都跟上司呢 顶撞来顶撞去 大家都很讨厌王冲这个人 所以王冲呢 基本上他的人员呢 在东岸时代 他的人员算是不好的 所以这也是因为王冲呢 到中年的时候 他就干脆的 不想做官了 所以他全心住宿 论文是他一生当中的薪水 所以第二个原因是王冲的 人员不好 所以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东汉时代 他的学术发展是非常自由的 虽然呢 这个一个随时到处 处处更加抬杠 处处找人家抬杠的人呢 他虽然非常有才华 但是我非常讨厌他 但是我并没有禁止他 也没有禁止他的书呢 把他当成禁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冲呢 他在他晚年的时候呢 他当他的王冲的论文结稿 论文定稿的时候 可能王冲已经知道白虎官会议的结论了 所以他为了表示 对白虎官会议的一些批评呢 所以王冲的论文当中呢 大部分的有很多一大很大篇文 都是在反驳这个白虎官 白虎通的论里面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也可以呢 可以呢 反省到了 东汉时代呢 他的学术氛围 其实是相对非常自由的 也就是呢 皇帝的说法呢 主流的思想 虽然反对你 但是呢 并没有彻底把你禁绝 所以我们到直到现在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王冲的论文 也不得不归功于汉朝的学术思想 非常的自由 那我们在这第一段 第二段里面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 王冲 根据王冲的批评呢 他 我们可以看到王冲论文的第七四篇 第七四篇里面 他叫做结束 结束的一个就是呢 用来反驳屠宅树的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有两个观点 第二观点 认为屠宅树不科学 第二观点 认为屠宅树呢 用屠宅树所引申出来居住的吉凶 完全不靠谱 完全不靠谱 也就是跟居住者的吉凶 跟屠宅树所推移的方向呢 根本不相干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现在第一个五音屠宅学呢 为什么他的姓氏不科学呢 根据王冲的说法 他说五音屠宅学呢 他的屠宅的方法叫五音定性 那为什么叫五音定性呢 因为他是工商绝职乙呢 是宇宙当中的五大元素 这五大元素 各自会发出各自的声音 所以呢 木火土金水呢 他自动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 这五种声音呢 代表五种的本质 五种的本质 就是所谓的人具有武德 那武德呢 就是五种人格特质 那武德是哪武德呢 这武德就是所谓的 有些人特别有礼貌 有些人特别有智慧 有些人特别有慈悲心 有些人特别有信用 这种武德呢 就是人力理智 人力理智呢 他是人本身天生居来的 在人力理智当中 有些人比较守信用 有些人比较不守信用 因为他的本质不一样 他的本质不一样 所以工商绝职乙这五音呢 根据五音图在学的 这个逻辑思维的方式呢 就是因为呢 木活土金水 他自己本身能够 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根据这个呢 因为呢 这五音图在学呢 他五音呢 是按照福西寺所制造出的乐器 这个乐器呢 叫做熏 根据乐器呢 他制作出五音十二律 这五音十二律呢 它象征了金木水火土五行 还有一年的十二个月 所以有十二律 五音十二律 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周延 他曾经催绿 叫桌子催绿 那桌子催绿呢 他可以测量出天气的 天的温度 还有天气的温度 还有天气的湿度 他基本上的方法是用十二根的主管 或者是用十二根的钢管 或者是用十二根的铜管 按照一定的比例 一定的尺寸 他可以制作出十二律 然后用这十二律里头 他可以敲出各种不同音 这就是所谓五音十二律的定音方式 那五音十二律的定音方式呢 他可以主宰一切生物的生老病死 可以主宰人的性 最早就根据这五音十二律 所制作出来的 所以呢 五音定性说 基本上认为人的性 是跟他的个性有关 跟他所谓天生的本质有关 所以人的属性呢 是按照他的性来发音 按照性来确定他的名字 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呢 他就不能跟他性相抵触 而他的别号 他的字号也必须根据名 也就是根据一个人呢 他的名称呢 是根据他的性 以性来决定他的性 然后以五行来决定他的性 然后以性来决定他的名 以名来决定他的别号 他的字号 这样就形成了五音屠宰学 这样里头呢 他就产生相生或相克 如果这个人的五音呢 他的性名当中相生者居多 这个人呢 他就能够四字大吉 如果相克者居多 他就可能不能逢凶化吉 人的住宰呢 他可以帮助你的五行 所以如果你住宰得当的话 你就可以逢凶化吉 如果住宰不得当的话 你就可能逢凶化凶 他说这套理论呢 这套理论呢 基本上来讲 王冲认为这套理论呢 这个五音定性说 五音定宰说 这套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 完全是胡说八道 完全是自相矛盾 他说为什么人究竟 为什么按照五行来定性呢 他说五行定性呢 他的说法呢 究竟是用嘴巴开口 他认为五音定性里头 他提出的概念 就是声音有两种音 一种是外音 一种是内音 外音就是根据嘴巴的开合来决定 内音呢 就在身体当中发出的这个声音 也就是类似的外音跟内音的说法 外面的声音呢 类似现在的有声音 内音呢 类似现在的无声音 无声音究竟怎么发音呢 没有人知道 所以五音屠宰学 他说人有承受五行之气 五行之气里面 从嘴巴发出的声音叫外音 从心里发出的音叫内音 所以呢 有声音跟无声音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声音我们知道是什么音 但是呢 无声音究竟是怎么算的 却没有人讲得清楚 根据五音屠宰学呢 虽然说人有二十五姓 二十五因为事实 所以二十五乘以四 所以有百姓 所以在社会上里头 能够存在有一百个姓氏 这也就是中国人讲的百家姓由来 那根据呢 那王冲呢 他从古籍 他说这种说法呢 为什么在夏商松子弹 没有人用呢 一直到汉朝才有用呢 显然这个是非常的胡说八道 但王冲呢 他说了 从古籍上来看 人的姓氏的命名 不是来自于五音 而是来自于哪里呢 而是来自于他出生的时候 所面临的状况 还有呢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他出生时所面临的状况 他说了 夏朝夏宇之所以姓乙 这个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写法 我们知道夏朝有个国姓 这个可姓是乙 这个草字头 这个所以的乙 这个人这个柱多乙 这个呢 就是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是一种乙人 乙人 他说为什么呢 夏宇呢 为什么夏朝的国姓 为什么叫乙呢 为什么叫乙呢 他说因为夏宇的母亲 夏宇的母亲 他吃了乙人之后 吃了乙人之后 这是一种乙人 吃了乙人之后 怀孕 所以生出夏宇 所以夏朝的国姓就是乙 那他说商器呢 商朝的国姓 为什么是子呢 为什么子呢 为什么子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商的国姓是孔子的子姓 为什么子姓呢 因为商朝的妈妈 叫商器 他的母亲呢 生吃了燕子的卵 所以怀孕 所以生出了这个商器 所以呢 因为燕子的卵呢 就是所谓的子 所以商朝之所以叫做子姓呢 是因为呢 这个商器呢 他在游泳的时候呢 吃了一个院子的卵 这当然是传说时代 然后他说 为什么桌朝的国姓是姓姓呢 因为桌朝的国姓呢 因为桌朝的这个 因为呢 的桌器呢 是因为他的母亲呢 踩到一个巨人的脚印 巨人的脚印 就是英女生踩到一个巨人脚印 所以他姓姓 姓 他说这个才是古代的传说啊 所以古代传说并没有说 他是根据武印来的 他是根据什么 因为妈妈吃的义仁 义仁这个义仁 名叫乙 所以商朝 所以夏朝的国姓就是乙 商朝的国姓呢 叫子 为什么 因为呢 商器呢 他的妈妈呢 吃的燕子的卵 燕子的卵就是子 所以呢 他的国姓是子姓 那周朝为什么姓姓呢 因为周朝的妈妈呢 是踩到一个巨人的脚印 所以女生才来个寄人的脚印 所以姓姬 所以他说古代的姓怎么来呢 是按照妈妈在生这个小孩的时候呢 所发现的状况 来加以命名 所以呢 他说这个是古代人的命名方法 这是写在古书上的命名方法 所以古书上并没有说 他发音什么姓呢 发音发至哪里呢 就静姓什么姓呢 他是根据他当时的祖先 魅宁的状况 所以才产生了命名方式 才有命名方式 所以呢 按照这个武书命名的方式 简直是非常的不科学 那古代的人的曲名是根据五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叫姓 第二种状况叫义 第三种状况叫相 第四种状况叫甲 第五种状况叫类 根据这个所谓的姓、义、相、甲、类 这几种状况来加以命名 根据姓来命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症状 例如说鲁伯的公子佑 佑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他的这个产婆把他的手掌拿开来看 发现他的手掌长得像有 所以就命名为有 这是根据出生的状况 而命名的 因为所文上叫有有 他说用德来取名 根据德性来取名叫义 义什么意思 根据德性来取名 例如说周文王取名叫姬昌 为什么取名叫昌呢 因为他的妈妈 他的爸爸 希望他的这个姬姓的后代 能够因为姬昌盛 为什么他周文王取名叫花呢 因为他希望姬姓因而大发 也就是根据义来取相 就是象征父母对小孩的期望 那根据相来取名的 例如说孔子 名字叫邱 为什么孔子叫邱呢 因为孔子生下来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他的头形有一点像他家的后面的山丘 也就是他的头形是两边凹起中间低落 所以命名叫孔丘 就是按照他出生的状况来取名的 那如果是按照七五来取名叫甲 例如说像孔子的孩子 名名叫孔狸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 孔君送了他一条鲤鱼 所以甲戒就是鱼 这是按照甲来取名字 那例如说 又按照宋昭公的名字 名字叫楚舅 为什么叫楚舅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他妈妈正在用楚舅这种东西 楚舅原来是用来磨粉的一种工具 正在磨麦子 所以呢 就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叫楚舅 这是按甲来命名 按类 类的是按照父亲的名字 按照类似父亲的命名叫类 例如说 他讲说鲤鱼公一个儿子 名叫他的儿子 出生的时候呢 跟鲤鱼公同日生日 也就是鲤鱼公那天正在做生日 然后做生日的时候 有人跟他讲 老爷你今天双喜临门了 你的孩子出生了 因为他的孩子呢 跟他同月同日出生 所以他就命名叫童 这也是呢 鲤鱼公的名字 所以鲤鱼公姓姬 名叫童 姬童 所以当时的一个季位方式 他就是古代人命名的方式 他是根据他出生的状况来命名 至于他的名字呢 他的名字呢 例如说端木四 取字叫子贡 子贡的名字名叫端木 是 因为是呢 就跟子贡的意思是一样 也就用名字相似的人来做命名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桌巢的命名方式呢 是非常强调直谱 非常强调直谱 一方面不居一格 一方面他要追求吉祥 因为追求吉祥 所以有些机会 例如说为了这样 要孩子长大 所以尽量不要取非常大的 取名叫天 取名叫地 这个不好 不吉祥 也不要跟祖先同名 为什么呢 因为祖先去世了 之后他就送到祖宗的墓地里面去 如果你的孩子呢 跟你的爷爷 跟你的曾祖父取名同样名字 他都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字已经送去宗庙被祭祀用了 这不好 那也不能用三生来取名字 为什么 用取名之后 因为三生用猪啊 用羊啊 这不好 为什么 因为这些生物呢 是用来祭祀的 也就古代人呢 根据这个 根据王冲的这个论行的说法 他说古代取名字 他其实并不是要照生命来取名 所以他也是言之有据的 所以他说屠宰宿的取姓名的方式 他说不科学 非常不科学 那这是第一点理由呢 他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科学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 王冲可能是非常孤独 非常寂寞的 因为呢 除了王冲之外呢 王冲另外也写了其他的 像基俗解义 他就讽刺当时流行的民俗 风俗 简直是胡说八道 例如说他有写的这个政务 他有写的养生 王冲有一本书叫养生 养生里面 王冲从小体肉多病 但是他却活到了七十岁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 什么养生的方法写了一本书 名叫养生 但是可惜这些基俗解义这些政务 这些养生论 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 唯一流传下来的一本书 就叫做论痕 所以论痕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 我们要感谢王冲帮大家写下这本书 所以我们知道古代的命名方式 跟五音屠宰所说的命名方式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说五音屠宰学所说的命名方式 简直是胡说八道 因为跟古代命名方式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那我们之所以知道王冲的生平 要感谢班固 也就是他的同门的师兄弟 他老师的孩子叫班固 还有他的女儿叫班昭 叫班昭 因为班固写汉书一文字 没写完 但是他的妹妹替他继续写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同门师兄 虽然是道不同 但是还是非常忠实的把王冲的事迹 把他记录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第二段跟大家分享 屠宰宿 根据王冲的说法 屠宰宿的五音姓氏学 完全是胡扯 跟古代的命名方式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第二段在休息一下 我们再分享第三段 王冲对屠宰宿的批评 他说屠宰的吉凶跟房子的吉凶 跟个人吉凶完全没有关系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